保罗克鲁格曼 为什么我对美国深感担忧 深度解析民主党的内部危机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唱衰中国小爽文的高级写手之一 保罗克鲁格曼 2024年2月12日发表专题署名文章 为什么我对美国深感担忧 从标题上看 大野猫呢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当年特朗普在任的时候 这个家伙几乎每天一篇文章 严厉抨击共和党政府 背立了美国正确的道路 当然他认为正确的道路 这个人也是唱衰中国的高级写手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出来唱衰中国 这个呢可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之前呢唱衰中国都是一帮拿钱办事的小爬虫 不过到了去年八月 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终极大boss 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 可见呢美国真的非常的着急 说句老实话 这家伙早就远离自己的学术了 如今他倚仗着自己的诺贝尔奖 得主招摇撞骗 很容易就把人忽悠住 所以呢今天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文章开场啊 克鲁格曼是这样说的 就在几天以前 他还是对美国抱有非常大的信心的 为什么呢 他说在经济上去年增长势头相对强劲 同时呢通胀呢也被压下来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终于开始感受到拜登经济学的变化 这个很显然呢 就是给拜登拍马屁了 我们之前呢也说过 美国在一开始加息的时候 我给大家这样一个场景 美国呢好比一个癌症中晚期患者 不能手术了 怎么办呢 需要大剂量的化疗和放疗 才能呢想办法呢把这个病情控制住 现在很显然呢 就是说这个放疗和化疗 放水跟加息呢 现在呢让美国呢 把他这个病情控制住了 下一波呢就需要手术了 怎么手术呢 就是对某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进行收割 比如说日本 印度 中国 东南亚 拉丁美洲 甚至欧洲啊 对他们进行收割 收割完了之后呢 美国就可以虚命了 现在很显然啊 有一个看点 就是美国会如何收割欧洲 如果把欧洲给收割了一波 那么美国很有可能给自己续命 所以呢 这是一个看点 但是作者这么说呢 很明显的就给拜登拍马屁了 什么意思啊 拜登把经济搞得很好 克林顿不是说了吗 是经济最重要啊 经济笨蛋是经济啊 这不是克林顿说的吗 大家呢 从这个时代过来的都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拜登呢 把经济搞好了 那大家不投拜登 投谁啊 那肯定要投拜登的嘛 让拜登连任嘛 对不对 然后对于作者来说 这就意味着美国社会逐渐向好发展 以及美国民主体制最终会活下来 因为民主党现在有一个论调啊 说呀 民主党呢 就是代表美国民主制度的 然后共和党呢 是反对美国民主制度的 如果共和党上台 就等于说美国民主制度的终结啊 这个呢 是民主党现在宣传的 所以呢 文章呢 开场已经很明确了 作者感到焦虑的是什么呢 是拜登能否连任 民主党能否继续执政 以及支持自由进步派政策的能否延续 那至于民主呢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就是一个宣传口号 我也说过 民主党的论调是维护民主体制的 共和党越来越走向专制独裁 这个东西怎么看呢 他说对了一半 但是呢 也包含着巨大的政治欺骗性 那这个东西呢 是民主党自己的问题 然后作者接着说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拜登年龄问题的讨论 让他感到异常的不安 在他看来 如果因为这个共和党上台了 那么美国的民主制度就要结束了 2024年围绕拜登年龄的炒作 很像2016年炒作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服务器 然后呢 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上个星期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针对拜登腐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赫尔在他最终的报告里面说 拜登的记忆力开始减退 甚至记不得重要日期 在克鲁格曼眼里 这种属于事务官僚的越界行为 很像2016年大选前两星期 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宣布重新展开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是科米在当年大选前两个星期 重新对希拉里邮件和服务器的调查 最终使得特朗普赢得大选 2016年特朗普能赢得大选这件事 就连他自己的团队里边的人都不相信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民主党内部有很多想换人的呼声 理由呢 就是说拜登的年龄 拜登他太老了 已经不太可能会履行总统的职能了 副总统哈里斯 大家也看到了 能力呢非常的差 不过呢 还是那句话 罪翁之意不再久啊 我想呢 作者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的深层原因 不是拜登的年龄问题 而是民主党内部分裂严重 有些人想篡位 但是呢 又不敢直说 所以呢 炒作一下拜登的年龄 这件事其实就看呢 美国的选民到底怎么认为了 其实这一点呢 作者说的还在理 因为如果仅仅是年龄问题 那么公众认知与实际情况 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克鲁格曼呢 因为经常可以见到拜登 所以他认为 总统在意识和协调上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年龄很大了 当然了 这里边也可以包括 很多马屁的论调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不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认知 这里边当然了 也有许多政治心理学的成分 美国普通民众的认知呢 主要来自如下的影响 首先一个呢 就是原有认知 这个原有认知来自什么地方呢 有相当一部分人亲身经历过 1996年的总统大选 1996年的总统大选 一边是民主党的克林顿 另外一边是当年73岁的共和党人多尔 当时克林顿团队针对多尔的宣传 就是他的年龄 他太老了 他不可能胜任总统 最后克林顿连任 如今这件事反噬到了拜登身上 第二点呢 就是美国现在普遍对老人政治的反感 但又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个东西怎么看呢 美国是不是老人政治呢 这个很有意思 总统候选人 拜登81岁 特朗普78岁 国会归成像82岁 经常当机 查克舒默今年75了 年龄也不小了 老妖婆南希·佩洛西83岁 说拜登在他眼里还是个孩子 白宫与国会一大堆活化石 很难服众 但是又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呢 不光是美国 这个年龄问题 是整个世界性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商业 以及每个家庭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接班人危机 简单的说 就是老一代 他信不过新生代 能否继续他们所走的路 他们所走的路 是被证明相对合理的路 所以呢 这些人不愿意下放他们的权利 因为呢 不放心 然后新生代呢 认为老一代的方法和战略呢 跟不上时代了 这个时代呢 需要巨大的改变 也就是一场社会与文化革新 然后呢 他们说老一代呢 又拖累整个系统 最好让出权力呢 让他们上老一代信不过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认为老一代过时了 表面上是新老交替 实际上是什么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线斗争 在民主党内部 有的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了 比如说进步派的国会小分队 有的呢 依旧表面臣服于拜登 但是想改变炒作拜登的年龄问题呢 就是这些人 由此可见呢 民主党的内部分裂和民主党内部的问题 在拜登即将大选的时候呢 又浮出水面了 那么为什么共和党可以容得下特朗普 毕竟人家也78岁了 民主党却容不下拜登呢 原因很简单啊 共和党比民主党要单一啊 共和党比民主党要团结啊 民主党是个什么东西 民主党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 民主党炒作拜登的年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看民主党的新生代 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其实这些人各个的能力呢 是非常出众的 但是呢 他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区域化或者意识形态化了 比如说密歇根州长惠特末 代表绣带工人政团 肯塔基州长贝希尔 代表乡村民主党政团 北卡罗莱纳州长库珀 代表传统建制派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 代表新生建制派 乔治亚州参议员沃诺克 代表传统非洲裔 以及大城市民主党政团 乔治亚州参议员奥萨夫 代表千禧年民主党政团 纽约州众议员AOC 代表进步派政团 这些人呢 他们有能力 但是呢诉求单一 政治倾向 要么偏意识形态 要么区域化 他拧不成一股神 拜登有一点 这些人没有 就是他可以团结整个民主党 民主党需要拜登这样的人 而不是底下 所谓的这些新生代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有些民主党人呢 他想夺权 但是又不能被人指控 破坏团结 甚至威胁美国的民主制度 所以呢炒作一下 拜登的年龄 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抗议 但是回到美国普通民众的认知这边 假设因为这些人想夺权 所以不断的炒作拜登的年龄 使得部分民主党的支持者 真的认为拜登有年龄与意识上的问题 大选的那一天选择待在家里不去投票 最终让特朗普获胜 这才是克鲁格曼所焦虑和担心的 因为他的大前提 拜登呢不能连任 就意味着美国民主制度 以及自由进步时代的终结 所以呢拜登必须连任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